台湾民事新闻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开打到现在已经26天了 双方领导人都透露说 愿意来面对面谈判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最新的说法是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 要来跟普丁协商终结战事 哪怕只有1%的机会 他也都要把握 而且他还警告 如果这一次的和谈又失败 乌俄的战争恐怕将会演变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新又有外媒爆料 说普丁下令高层 准备来举办核战演习 甚至还要出动末日战机 杀红颜的普丁 不肯善罢甘休 这场战事到底还要拖多久 我们稍后一起来关心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凤几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桃园新议员杨家良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 国民党台北新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就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打了快要一个月了 最新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发表的最新谈话是说 他已经准备好 要来跟普丁协商 不过如果这一次和谈又失败 恐怕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起来看最新的讯息 乌尔要怎么熄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CN表示 唯有和谈 要跟普丁面对面谈 泽伦斯基说他两年来就准备好了 虽然乌克兰人正为国家主权和尊严奋战 但人命关天不要再生灵涂炭 眼看每天都有平民孩子死伤 泽伦斯基坦诚这是他的最痛 但美国防长奥斯汀强调 俄军的无差别攻击 恰恰暴露战事推不动 针对俄军宣称动用极音速飞弹 五角大侠不愿证实 但指出无助俄军改变胶着现状 世上开战四星期 俄罗斯已经折损多名高层将领 专家分析这透露俄方领导无能 五军抗俄有成 但要能撑住打出有力谈判局势 需要支援 乌克兰不断喊话要估计社会做更多 因为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透露 乌尔停火协议涉及六项条款 其中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地位 最为艰难 可能得要双边领导人亲自谈 乌克兰政要甚至希望美方展现最强力挺 拜登将访欧出席24号的北约峰会 是否会前进乌国前线 白宫表示目前没计划 战争开打到现在都快要一个月了 现在是双方 俄罗斯也好 乌克兰也好 都有意愿 两国的领导人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判 泽伦斯基最新他的说法是说 如果不谈判 没有办法终结这一场战争 就算乌克兰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应该要去奋力的抓住 但是如果弹劾失败 恐怕就会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好 看到这边 我先来请教到玉惠姐的是 泽伦斯基所讲的这个后果 非常的严重 如果这一次 如果真的普丁泽伦斯基 坐在赫花共还是失败 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我想最近 如果各位看国际新闻的话 心情应该都会跟我一样 觉得非常的沉重 因为一方面是战事的紧急 二方面是因为人命的丧生 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是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先给各位看的 这是3月19号 英国的国防部 他们所对于这场战争 那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现况 那他们所做的一个说明 那应该是差不多在我们节目 进行的时候 他们会有最新的更新 如果我等一下看到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做一个 及时的说明 我们先看3月19号的时候 他对这场的战争 他第一点是说 他说这个俄国并没有 俄罗斯并没有获取 他们想要在这场战争当中 他们一开始宣称的 很快的闪电战当中 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个胜利 第二点是 他们这个可能 他们想要用摧毁俄罗斯的基础建设 跟这个杀死大量的这个平民 来作为因为久攻不下以后 他们的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个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要更加强 俄罗斯要去控制 他们的国内的这个媒体 要去洗脑俄罗斯的这个民众 对于这一场所谓的 他们叫特殊军事行动 事实上是战争的一个行为 然后他们有一个更新 这场的更新 第一点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军方 现在对于空中 他们还能够掌控 第二点是俄罗斯 他们没有办法失败 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空优 失去空优的意思 那第三点是俄罗斯 他们对于很多的这个城市 他们没有办法从空中 得到他们的这个优势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的城市 所以你现在看到 不管说是我们刚刚看到 轰炸非常激烈的马利乌坡 也就是马利波这个城市 到目前为止 尽管俄罗斯在今天早上的11点 要求马利波这个城市 你要投降 但到早上11点的时候 马利波还是没有投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 马利波将会是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 昨天包括CNN跟BBC 全部都访问了 大概我们看到是最后一批 从马利波撤出来的这个民众 很多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福老稀有都有 那有一名男子 他是在马利波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祖父母是不愿意离开 然后他一个人 他爸爸妈妈祖父母说 因为你年轻 你赶快离开吧 一个年轻的男子 他就说 他说因为他们现在是断水断电 他们连要干净的水 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马利波我们从这几天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戏院 他前后用大大的字拼出了俄罗斯文的小孩 但这个戏院还是遭到了炸毁 在这个戏院里面 有1300人寻求庇护避难在这个地方 但现在大概只有确定有十分之一 就130个人他们逃出来 今天早上就在今天早上 有一个艺术学校 那里面大概有400多位的民众避难在里面 那也在早上呢 这个受到了俄罗斯军队的一个炮火的袭击 所以现在整个伤亡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跟不清楚 那为什么会不清楚 最主要是因为马利波他随时都有攻击 所以马利波的军队也好 消防人员 警销人员也好 他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整个清理 整个的一个也没有办法去计算 整个的伤亡的情形 那这个看到马利波的情况 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 那我们再看 现在刚才有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极因素的这个飞弹 这个也在英国的国防部 他们的报告当中他们也提到 他说因为现在俄罗斯在地面战争当中 他们丧失了大量的这个军队 以及他们的丧失了大量的这个武器 所以那他们现在采取的是一个用远距 那用这个比较远的距离 那他是用飞机 用苏凯31或苏凯35的一个方式 来射这个飞弹来攻击 所以他就是一个滥炸的情况 今天早上又有极因素的一个飞弹 那轰向民宅 这些都是战争罪 那这些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个国家 包括瑞典 斯洛伐克等等 艾沙尼亚等六个国家 对普丁的这样的行为提出了这种战争罪的一个控诉 那还有一个最新的讯息呢 是又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算是高阶的将领 那虽然只是一个中将还是中校吧 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官阶 那他是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那在马里乌普这个战役当中被打死 这已经是第六位的他们的指挥层级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打仗 不是应该是小兵在前面 将官在后面吗 那这次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俄罗斯的 反而是将领先战亡被击毙 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 一方面当然是俄罗斯的军队 他的士气非常的涣散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久攻不下 已经打了三个礼拜了 那所有的俄罗斯军队深陷泥涝 那这些的将官他能够不到现场去勘察整个的战场的状况吗 就一去战场以后就被已经准备好的这些乌克兰的民众直接隔壁 所以我想这个乌克兰的这场的战役 让我们看到了说战争的血腥 跟我们对于战争不是说反战 是我们绝对是不能够发动战争 而且对于任何的侵略者一定要誓死抵抗 我觉得这个乌克兰人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启示 第二个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我想我们等一下还会讨论到很多 包括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 他的一个角度 那还有乌克兰人他如何 我们看到在其他的城市 有两台上面mark住 他有这个Z 大大的Z的这个标志的运兵车 要进去的时候 乌克兰的民众是怎么样伸批的国旗 用叫骂的方式让这两台军车转向 他们的勇气是如何震撼了全世界 我们也看到在邻近的国家 这些的国家 有的国家是一天 一个城市才60万人左右 但是他一天要接待的难民 就差不多60万人 他城市60万人 他一定要接待60万人 这么庞大的难民 那我们也看到 我记得我在上次节目当中有讲 很不要脸的中国 到现在竟然跑到乌克兰去偷小孩 偷baby要准备来卖 这些都是在战争当中 很没有人性的 很没有人性 我们看到说各国 真的看到了说 在这样子的一场 人性的一个试炼当中 每一个国家所展现出来 有善良面 有光明面 也有那种邪恶的嘴脸 所以我们大家 真的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好好的上了一课 其实现在像是英国的国防部 他们有一些情报都认为说 俄罗斯好像真的在攻打乌克兰这边 出现了停滞的状况 我们也另外来看到这是爱沙尼亚的总理卡拉斯 他怎么说 他说他们爱沙尼亚也是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要来支持帮助乌克兰打这场战争 普丁是绝对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 有关于战争的情势 我也赶快来请教美美姐 普丁现在就是杀红眼 到处找平民开刀 像是今天 不管是刚才这个玉惠姐讲的马利乌波尔 还是基辅住宅区这个都被轰炸 他现在不管你是剧院变成避难所 还是学校通通都开炸就对了 会不会这场战事继续下去 真的像泽伦斯基所讲的 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先说 普丁他现在当然是有非常严重的焦虑感 那种焦虑感在就是说战事是非常的焦灼 那他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那同时就说 你看他马利波那边那么的残忍 这样子来做 他就是想要夺取 然后这样在南部这边 让乌克兰都没有出海口 然后同时让乌东跟这个南部 势力能够连接起来 所以他用极度的没有差别的攻击 来对待平民百姓 甚至于马利波有一些人民 不是被绑架的吗 等于是当人质送到俄罗斯去了吗 这是非常过分非常恶劣 可是他不管的 这个坦白说 这个将来在国际法庭上 这都是反人类 这个都是战犯 连拜登不都已经这样定义他了吗 但是现在普丁 他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俄罗斯损失非常惨重 然后内部渐渐有些反战的声音出来 经济方面也有问题 加上你看俄罗斯已经街头出现什么 人民上街抢卫生纸 抢糖抢草麦 担心嘛 所以普丁刚开始说 我们是解放乌克兰 乌东地区 我们恶意的后裔 被虐待等等的 要师出有名 那也严控这个言论 在洗脑 刚开始是有用的 可是请问 如果俄罗斯继续在民生凋敝 那么更多反战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办 因此 在他有一种时间的 胶着的这个压力之下 我们最担心的是 他会怎么样铤而走险 比如说第一个 他很无差别的 来轰炸这些老百姓 为什么 他一方面是要 最主要是 我觉得他最主要是要给予 泽伦斯基非常高的压力 你看你的人民都被我屠杀了 你不会有民怨吗 人民你到底能够抵得住多久呢 已经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三百万人逃出去了 你乌克兰受得了再这样子下去吗 所以如果再有人无辜的被铲死的话 你泽伦斯基 你要不要有压力 你要不要上谈判桌 你要不要割地 对不对 比如说不止乌冬地区 你要不要让更多出来呢 这些都是他的手码手段 他一方面军事方面 他不断的在加强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他那个极因素的飞弹 匕首飞弹 你不要以为俄罗斯有很多 没有 他这个极因素飞弹是十倍原来的因素 那俄罗斯本来说 这个是完美武器 不得了 这2018年才最新开发出来的 他不是 这等于是有点像鸭箱宝了 那不要讲到战争核武 也就是说 在不动用核武之下的一种战略的武器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他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你看他对准的是什么 他对准的是乌克兰 那个是地下碉堡 本来是非常坚固的 藏弹药的地方 那个是在前苏联时期 他们核武的一些储藏库 所以他的那个坚固 你就是可以想见 那为什么可以精准轰炸 很简单 因为前苏联时期的嘛 所以你就在那地方我知道了 那他用这种精准轰炸的话 我认为第一 在军事的意义上面 他希望能够切断补给线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乌克兰 这边有源源不断的刺针飞弹 标枪反坦克飞弹 那还有无人机 这些现在通通都要送过来 他是靠波兰这条线 对不对 所以我把你这边 弹药库补给点轰炸掉 然后呢 我最好能够切断 你这个补给线 那你就算东西要运过来 你没有可以储藏的地点 你也没办法 所以这第一个 那他现在第二枚 匕首飞弹又发射了 所以他军事上 他要精准打击 那这也看得出来 两方面都没有空优 如果有空优的话 他不用远远的这样发 这个已经很珍贵的飞弹了 对不对 但是乌克兰 同样的也没有空优 那为什么奥斯丁说 这不会改变战争的游戏规则 很简单 请问一下孟起 或是在座各位 你知道乌克兰的空军大本营在哪里吗 神出鬼末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对不对 然后精准打击 无人机 蹦这样就落去了 甚至于他们已经五个指挥官 有中将的都已经被炸死了 对 六个了 对六个了 表示第一 他的情报非常精准 对不对 他真的知道 你俄罗斯有几极没等到一个地方 但是俄罗斯没办法 没办法知道他们神出鬼末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情报这边不是乌克兰厉害 是美国北约太厉害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两边都没有绝对的空优 所以一边需要这种精准的这个飞弹 那另外一边呢 他只能这样神出鬼末的 用大优机的方式来轰炸你一些要点 那第三点就是说 俄罗斯也没有办法空跟地有机的整合 如果说他有这个空优 空军能够掩护的话 坦白讲 无人机哪进得了你的身 哪炸得了你的指挥呢 所以也没有办法 两方面就胶着嘛 这就是形成为什么他要动用到匕首飞弹 他一方面打击到补给线 二方面坦白说 这宣示一种意志是什么 这是美国有点担心的是说 你是要身高冲突吗 你屠杀平民更多吗 你就是不让事件善了吗 你用极度的施压 让泽伦斯基谈判作善要让步更多吗 那更害怕的是什么 普丁现在真的是孤家寡人 连他的心腹跟他讲话 比我跟玉慧还远 这是什么东西好 叫心腹吗 是不是 那越孤立的状况之下 他就是越怎么样 会越偏执 那他又担心自己的政权垮台 他又怕被暗杀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能自己更独断独行 那刚刚不是讲到 我们最担心是什么 他在做核疏散 对 那表示什么 你是要动用核武吗 这个就是大家担心的 那为什么泽伦斯基说 你一不小心会变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西方世界到今天为止 没有正式来参战是为什么 就是不想跟俄罗斯正面开干 就是因为俄罗斯 他是拥有核弹头最多的国家 你难以想象 如果有核武的国家真的开干的话 全世界都遭殃 所以这个是一条非常明确的红线 那核武器有两种 一种是战略核武 那个用下去不得了 我告诉你几枚 大概全世界就毁灭了 所以我不认为俄罗斯敢用 但是限定特定区域的战术核武 小规模小荡量的 会不会敢用 这是第一个担心的 第二个 他会不会用 比如说化学武器 之前白鳞蛋不是出来的吗 是啊 化学武器是非常残忍的 可是他也可以限定在特定区域 所以他会不会这样来做呢 他昨天就炮轰炮击 在顿巴斯地区的安器工厂 所以安器工厂已经安器泄漏 这对顿巴斯 尼沃茨克的人也非常危险 对 这个就是说 我毁灭掉你这个地方都没有关系 我快速取得战争的成果 我要让你泽伦斯基受不了 来跟我搅这个投名状出来 所以在这种会不会是说 在他极度有压力 又害怕政权不保 又怕自己的这个没有面子 又怕自己被暗杀 他需要一个胜利 我相信他也想有个下台阶 可是这个下台阶是什么 今天已经俄罗斯死了一万多人了 他没有取得所谓他定义的胜利 比如说真的把乌冬地区划过来 或者说不只是不加入北约 中立化等等的 也就是说他胎的条件 他要不要满足 否则的话 他会不会觉得他下不了台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觉得 非常危险的地方 但是啦 普帝如果没有到末日疯狂的话 我相信他也不太敢随便动用核武 因为你动用核武你是跟北约宣战吗 你跟美国宣战吗 那我告诉你哦 如果真的搞这样下来 不只是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俄罗斯目前就算 就算他产生都已经经济倒退回三十年了 你真的敢动用核武 全世界对付你 你俄罗斯搞不好都要亡国的 所以他不会不想到这一点 那你也不能排除就是说 他的核演习会不会他要用 预备将来用小当量的战术核武 还有有一种就是说 我拉弓而不射箭啊 我就是在核演习的 我跟你说我老门啊 我要跟你拼 跟你害怕 你要不要让步 这个也有心理战在里头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真的要密切来观察 那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美方的情报 真的要密切来注意了 是 现在最怕的就是普帝罪哦 真的抓弓啦 因为他白领弹 他也敢丢 极音速的这个极音速飞弹 他也丢了 现在最怕就是下一步 他可能丢出核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